和国际社会一样 我们都高度的关注 并且严重的关切 当前尾巴局势不断升级 那么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五月的轮值主席 我们一直在积极的斡旋 我们已经推动召开了 两次安理会的紧急磋商 讨论尾巴冲突 安理会的成员都普遍 对冲突的局势表示关切和担忧 要求安理会发挥应有作用 推动局势回稳降温 防止失控 美国呢 他口口声声说 关心穆斯林的人权 但是如今 以巴冲突再起 大批的巴勒斯坦 穆斯林的民众被卷入 战火遭受苦难 但是美国对巴勒斯坦 民众所遭受的苦难 不闻不问 甚至冒天下之大不为 予以强烈的阻挠 与此同时呢 他却伙同德国英国和他几个 几个别的盟友 基于谎言和政治偏见 忘记联合国的民意去举办 毫无意义的社交问题的会议 那么他这么做 他到底有什么目的 美方应该认识到 巴勒斯坦穆斯林民众的命 同样珍贵